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不要太大点难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去迎接生活的每天 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充满着迷茫和恐惧 但我更喜欢挑战 当过这个艺术学院的主持培训老师 在这个杂志做过发行主管 还在广电集团当过主持人 然后现在在 李海英大师工作室做艺人助理 对 是跟着李海英老师的 我特别喜欢李海英老师的作品 他就在北京 我明天可以带你见他 所以咱俩就可以换一下 你去跟他 我做主持人刚合适 因为我本来今天找的工作 其实就是想跟主持 跟媒体相关的行业 好 我正好 让我也尝试一下 对 我也想问你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喜欢台前的工作 我觉得台前的工作 让我感觉很有激情 很有热情 你这上面写的是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很宽泛 你像主持人的话 它是对舞台的项目负责 像你做 比如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相当于 都要对这件事负责 我觉得都是项目 你有意向企业吗 今天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也小小地总结了一下 如果说我觉得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 是什么样的呢 那首先我觉得小的时候 你得去得到文化 上上网课 再就是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跟这个松鼠AI 一对一给你补补课 然后之后你慢慢长大 到了大学 你跟着这个黑洞投资 你多学点理财投资的观念 那再到后面 可能你要面临着找工作了 找工作的话 这边有五八同城 有举嫌网 这个上面的工作 是任你挑选 那之后呢 你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觉得最重要的 现在人最重要的是 自我营销和自我包装 那我觉得跟石头哥 学一学 对吧 治理方的营销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呢 说走就走的旅行 如果你想小团游的话 那就六人游 大一点的话 就营科旅游 再不行再搞点文化 比如说营朗文化 跟他学一学 积累点厚度 那还有就是呢 你还可以 让自己的天地 再广阔一点 走入大林天地 对自己的形象 再包装一点 美在当下 你还可以怎么做呢 那你就去梅尔木眼科 给你的眼睛 再明亮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 人生的标配 但是这种工作 说实话 这不是现场 够了这么多人吗 我也只能选一个 对 最差不多吧 就两个人跟我抢 对吧 抢我 但是我就希望呢 就是多多益善都来 肯定对我来说是更好的 不是 小超我要提醒你 小超同学啊 既然呢 你刚才提到了 治理方 也提到了我 我看得出来 你用了好多心 把它串起来是吧 但是你现在到三月份 就到三十了 你求的不过是 一个一万的薪水 但是你得瑟瑟的 比天大 你就要小心 你后面 可能气场 过于强大的时候 所带来 别人的侵略感 但我觉得舞台是这样 就是舞台是一个 展现自己的舞台 每个人感受到的 气场 请问你带他主持人 去见所谓大师的时候 你经过他同意吗 你大师根本都没说 一定要见他 对吧 我觉得见与不见 他就在那里 就可以见面 有很多种方式 你视频见面也可以 或者说 你私下见面也可以 我觉得对于 见面这件事情 现在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作为欣赏和尊重 这是必要的前提 因为我觉得 其实刚刚看到你的片子 我觉得你是一个生活 特别美好的人 你的声音也很好听 状态也特别好 也很关注别人 但我觉得你在台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上来之后 你就一直有点怼的感觉 怼 大家会有一个 第一印象 叫什么刻板印象 我觉得不妨 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说不定会 一会儿会不一样 我有注意到你 后来转投了 西藏人文地理 对 那是怎么从这个 培训老师进入到 平面媒体工作的呢 现在虽然很多 都在说年轻人的焦虑 包括年轻人的发际线 对吧 等等很多 90后的现状 对于91年的我来说 今年刚好踏入30岁 30岁的这个关卡 其实本没什么 就是你觉得 像电视上演的一样 30而已 当然你爆出这个年龄 很多佣人单位 难免还会心里有所防备 所以那一刻的话 我在想 那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人是很迷茫的状态 不知道做什么 都说不去西藏 好像这辈子 要进一次西藏 就是能找到那种 天大地大的感觉 我是很懵懵懂懂的 然后呢 我就在想 那不如就去旅行吧 在西藏转了一下 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于是我就投了份简历 试了一下 结果取得了这样的一份工作 是这样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PPT 这是我之前在泰国 做国际志愿者的照片 然后下一张 是我在甘孜海拔5000多的地方 做支教老师的经历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我跟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结缘了 然后再到后面 就是去到越南的毕业旅行 其实我刚刚讲到 为什么我会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旅行 放到这么大 其实是有这些原因的 生活和工作 你在旅行当中 能够解决迷茫这件事 而不是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而是你带着墓地去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这是去到西宁 进藏的路 其实你会发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能让你放空 能让你想很多东西 其实路是越走越宽的 有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的路 不要越走越窄 你走窄了的话 你会发现无路可走 这就是去到 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社 然后去到了海拔5000多的 雪山采访 然后还参加了 当雄的虫草节的报道 然后通过杂志社 让我更加真切地了解到了 西藏 所以这一切 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让我对自己的未来 更加确信了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从杂志社出来之后 我看你进入到了 拉萨广电集团 对 做的是主持人 电台主播 主持四档节目 有交通 旅游 有美食 还有音乐 还有深夜情感节目 在一个频道 主持四档节目 FM91.4 主持这几档节目 然后有的时候是拉通的 就是从中午到晚上 全是我 那上一段工作做得挺好 为什么后来又转换到了 李海英老师的工作室呢 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拉萨 差不多待了有三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呢 刚好有一个契机 是可以去到江苏省 广播电台 广电总台去培训 但是我第一次离开西藏 因为我在西藏的 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是没有离开过西藏 那作为一个 我觉得年轻人也好 或者说你自诩为媒体人也好 不要丧失的就是不断挑战和学习的能力 所以我再有一方面原因 是因为在高海拔的地区待到一段时间 就是身体会有一点反应 所以我就决定选择离开拉萨 那刚好有这样一份工作 因为当时李海英老师是新海音乐学院 流行音乐学院院长 所以我就刚好到新海 然后做他的助理 帮他打理一些音乐和学校的事情 是这样 那怎么又来到菲尼莫属 要找一份工作呢 2021年的工作 他把工作重心调整到了北京 所以的话 广州这边相当于只是一个 可能会被死一个人 那我可能就是不会担任那么重要的角色 甚至说可能以后的关系变成合作关系 所以我就有了更多实现自己 也可以说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 或者说给了自己一些更多 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前电台主播 前艺人助理 我们的求职者邓燕超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意向企业 我选了两个 一个是大林天地和一个是得到文化 各位企业家考虑一下 然后做出你们的判断和选择 台上还有六盏灯游战 我们共同进入到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我感觉你应该是多才多艺的 首先精力就比较丰富 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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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舞台交给邓燕超 其实一上来呢 我就拿自己的年龄在说事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在总结90后 我希望能在生活当中 找寻一点正能量 我们现在人物总结了三大活法 第一个活法 学脱口秀的 我不懂脱口秀 但是你那里面的好多段子 我都听过 在网上也看过 创性比较少 我个人的感觉 它不像脱口 像一个演讲 你的那个小的视频和你的PPT 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 你个人的片子 然后显得你很有爱 很美 但是我们看不到里面有任何 就是你的技能的东西 和你经过思考沉淀出来 可应用在你的职场的东西 就是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 我们看不到怎么用 所以接下来 你这几盏灯 都是等着给你职位的 你要告诉他们 你的什么技能 能够匹配他们的什么岗位 而不是你在这说 我只想展示我自己 你现在焦虑吗 焦虑是永恒的话题 我觉得焦虑很焦虑 那是因为 是不是昨天没做好的 成为今天的问题 而明天又想要成为今天的烦恼 看这个是谁给的 如果是老板给的 我觉得要看自己 是否真心真正需要的 如果说是 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 或者说你真的热爱这份岗位 你无论是996也好 你007也好 你都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会把焦虑变成动力 如果你并不是很热爱这份工作 或者说你对 你现有的生活不满意 那这份焦虑会成为永远的焦虑 你自卑吗 我不自卑 对 因为你用整个生命在自恋 所以你不自卑 我为什么不自爱呢 我觉得自爱的人才会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啊 你在这个过程中间 是超级想用你的生命在自恋 至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得包而为尊 你现在没有想到说 你求那个职受 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贡献 想过吗 我想的是努力地展现自己的光芒 各位都是慧眼石珠的老板 我觉得在大家面前我不用班门弄斧 也不用做跳梁小丑 我只需要展现自己的能力 展现自己的口才 把自己想表现的尽情地表现出来 至于岗位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安排 但是你是不是有一点过度地展现自己的光芒 还留下我们满场的惆怅 可是很奇怪的一点是 我来这边上节目 我不展现我的光芒 我展现什么 邓延超 有人说你啰嗦 有人说我话捞 我就这种感觉 就是不管别人给你个问题 或者你阐释什么问题 就不能直达主题 就是不简练 因为我觉得凡事要有前提 就是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都有前提的 这句话就是唠叨 可是我首先觉得你对答如流 然后跟石头哥 而且在这个场上你一点都不怯场 这是你的优势啊 积极的一面 但是对于我们传媒人来说 其实很重要的是 要经历从敢说到会说这一步 就是如果我来评价的话 我也会觉得你现在在敢说的层面上 但是其实真正一个 无论是好的脱口秀演员 还是你之前做一个好的培训师 再或者做一个好的主持人 其实更重要我们表达的是思想 表达出来的所有的话语 能不能带给人思考 这个是核心和关键 所以我觉得从你现在的敢说到会说 你需要锻炼的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而不是一直嘴比脑子快的状态 我确实是这种人 我觉得你看得很准 我的性格是属于直来直去的 因为嘴也惹了很多祸 就是自己的 打住 你听进去了 你说我听进去了 但是你没听进去 明白吗 就是你在回答陈薇的话的时候 又开始长篇大论的啰嗦 你知道吗 明白 但是批评可以给 听不听是自己的事吗 对不对 你好好看看你跟石头老师的对话 你们俩貌似在那儿 乒乒乓乓乓有来有回 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人打得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我还真要说 曹西说那个 石头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好像拿了个二锅头说 兄弟干一杯 你说兄弟我要搞鸡汤 兄弟干一杯 我要搞鸡汤 你们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是我感觉 我留灯是因为你说 你的意向企业是少年得道 对吧 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 就是你到底看上我们哪儿了 他没说少年得道 他说的是得道文化 对 但是这名字是错的 但是我估计你说的是我 得道文化 但我觉得你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有意向企业 你是不是可以说说 你的能力是怎么匹配我们 还是你看上哪点了 是这样 因为大家也看出来了 其实我在台上一直 巴巴巴巴巴 一直在讲 一直在说 我觉得我适合的是 一定要跟讲 跟说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的话 做文化也好 做任何事情也好 你得先说出来 别人才知道你 就即使我这个表达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逻辑有漏洞啊 很难自洽啊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能看得到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前提是这个感 我觉得勇敢是最重要的 就刚刚照了 但是言超啊 我想说一下 我真的忍不住了 因为我觉得首先 你现在已经九 你是九一年了 你已经二十九岁了 如果你是大学毕业 你敢说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你刚一直在说 你在整个经历当中 你通过你的很多经历 你都有所感悟 但说实话 你每一段这个展示 我们只看了过程 看不到你得到什么收获 你看不到你的变化 我想说你是少年 没得到你知道吗 那我还是少年 好像你确实是除走多年 未来依旧是少年了 你这个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弹性灵活的上班时间 请问一下 你想要自由发挥的空间 是什么样的 弹性上班的时间 弹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刚刚说到的那点 就是为什么叫项目负责人 我特别喜欢带团队 就是包括我组织策划一个活动 或者策划一台晚会 或者说策划一个小型的演讲 就是一种活动 我更喜欢团队的感觉 这种团队的工作 它可能是今天可能加班到凌晨 整个熬通宵 可能明天它就休息 最后是用结果 是用项目来负责的 你永远的思考的位置 只有我 我想干什么 我想去 我怎么样 永远是第一 我的视角 你感受不到别人的需求 确实可能跟现实 有比较大的差一句 既然你觉得教育愿意表达 对吧 这是个教育上的 一个可以用的功能 只不过教育中间 从孩子的家庭教育 到学校教育 到社会教育 到自我教育 对吧 早一些进入自我教育的时候 孩子的定力会发展 包括你自己 你我都需要自我教育 没错吧 对的 好 那么请问 你刚才旁边大老师 见到你说 李海英老师 是吧 然后我听过他的歌 那么你同他的行为中间 你自我教育能领悟到些什么呢 我自我教育的话 让这个开场的气氛 可以再活跃一点 可能会更好 可能表现自己再多一点 而不要提到他人 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这样 有些时候 为什么自我教育 是说有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深一些 理解得更深一些 才能进入到 我刚才看到的是什么 别把客气当尊重 别把尊重当认同 当他开始说 那个老师 那个大师的时候 请教是男人跟男人之间 最好的宫伟 你把他当真了 然后呢 你拍着肩膀说 明天我带你去见 那一副架势 传的潜台词就是什么 跟我混 有我的饭吃 就有你的玩喜 石头哥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说的人没当真 看的人反而当真了 有一句话叫认真 你就输了 我更喜欢成熟的天真 我更喜欢的是 不要把自己端得高高在上 也不要把别人放得很卑微 我觉得大家可以平等对话 还有就是呢 我觉得大家感受的程度不一样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你以往的生活的经验和判断 为什么你会有一种 称兄道弟和大哥之间的这种感觉 这是源自于可能每个人 自己的人生经验 产生了你对人 或者对事情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更希望的是 就是不对人 这样会更好一点 我认为有的老总啊 比如说石头总啊什么的 有点这个五大郎开店 高的不要啊 这个 我看你选了我 然后你选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你为什么选我 首先您 我觉得啊 因为我网上搜了一下照片 说一句不怕得罪人的话 我觉得您颜值很高 就是觉得 首先看演员嘛 你是按照企业家的颜值 来写意向企业 也可能是头发含量 也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就 我会觉得啊 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呢 我会觉得独木难成林 既然叫大林天地 我更希望在这片大林天地里 做一个树苗 能够一起成长 我被这个名字洗 严超严超 你既然了解他的企业嘛 那你介绍一下 大林他们这家公司 是在做什么 是干什么的呀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困惑 我不想从网上的世界 去了解别人 我希望从他的口中 去了解他的 没有没有 你在偷换概念 你在绕圈子 你是不知道的是吗 你上面写的公共关系 我看到了 今年的话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处理关系 我觉得既然有公共关系 这四个字 我觉得就够了 不需要太细致地了解 他们俩问你同样一个问题 到底你 申请他们那边的职位 到底是冲着他们 什么岗位去的 了解他们多少 完全没有 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往下问了 也还是跟刚才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脑子里存储了 几万条鸡汤的这个语言 话数 他这个话数都是一套一套的 我们再说 说到今天再晚上 他也还是这样的 说不到点子上 然后他今天的目的 他刚才讲了 他已经达到了 他是为了展现自己 其实我还有一点 就是展现自己的同时 也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 这个认不认可 有的时候并不是 你自己能够说了算的 比如说得到也好 还是说大零天地也好 说实话 我为什么不去看网上 那些七七八八的评价 因为他会干扰我的判断 我更希望把主动权 交给我们双方 言超 言超 这样 你把你想要什么样的岗位 你就言简意概地 把它说出来 说不出来 咱也就不再往下听了 好不好 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 其实我为什么会写一个 比较笼统的项目负责人的 这个岗位呢 说实话 中层 那我直接写中层 管理层 教育港 比如说这边安一个教育港 这边安一个比如说 什么公关经理 这种 我觉得 他让我太限制了 我始终想的是 我不想让自己太限制住了 我把自己限制住了 我希望别人 看到我 觉得你可以 你来 我特别欢迎 我觉得 你哪怕给我安个财务港 你哪怕给我安个HR 我照干 只要你们敢 我就敢 小超这样吧 我这个避免大家这个 你有可能你有自成体系 你像我这样的人呢 就是属于人在江湖 要八戒更得悟空 你这样的人属于 鸟在笼中 恨关羽 不能张飞 鸟 铃子大了 什么鸟没有啊 对吧 鸟大了 什么铃子也都有 最适合的就去那大林 大林 你要不给他工作 你都对不起他 我跟你讲啊 对吧 你这是胡说 你这是胡说 你这是拉口 他不看你的那个公司介绍的时候 他不是瞧不起你 他是懒得瞧你 我想说两点 言超 我想说两点 第一点 我感觉您确实不了解我 你介绍那个一串公司 12的时候 我特别感兴趣 你说为什么要到大林天地 因为大林天地 从字面一词 就是特别大 然后我就来 我就特别失望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你想做一个项目负责人 但是项目负责人 我们的项目负责人 比如说撰稿人 比如说编导 比如说文案 比如说媒介 是做后台 大林 我打断你 你简直太认真了 我想说一下 我想说 我必须总结一下 我觉得今天 既然我们这个来面试的同学 他本身也是做这个语言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 我要用专业度来说说 你们三位在我眼里 现在刚才表现都叫做病人 我觉得 那我们来说一下 萨提亚的沟通模式 你们三个就是 明显的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都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个例 比如说台上这位 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沉浸型 他完全就是讨好自己 他任何人都不care 反正我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就让你们听到我说的 我一定要表达 然后石头哥呢 绝对是典型的那种超理智型 我也不管你说什么 但是我一定要用我的文化修养 我所有的知识盖导你 总之我讲的是 你没听说过的 就代表我渊博 超理智型 然后这个大林呢 是典型的 萨提亚沟通当中的这种打岔型 就你们说东说西 OK 那我说甲乙丙丁 跟你们都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三位都应该 真的好好学习一下沟通和表达 所以啊 就适合到这来 对吧 其实人最高的幸福感 和给到别人最舒服的状态 是每一个点 你都比较平衡的状态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收一收 然后有他们两个身上的一些点平衡 你的人生就会更舒服 你的面试也会更成功 所以我要大度一点 还要大度 好了 接下来呢 第二环节到这里 请我们的企业家综合做出判断 请 很遗憾 很欣赏你的勇气和你的热情 你在整场 给我们感受到这两个次特别强烈 小孩挺棒的 我相信每一个求职者都是有长处的 成功才是开始 也许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才是你开启人生真正成功的第一步 加油 好吗 小伙子 好 谢谢 谢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好 再见 谢谢 好 再见